彰化鹿港小吃香辣虾猴您吃过吗? 虾猴料理达人黄月亮从小就随着父母亲 靠渔业生活已经有30多年 早期鹿港沿海地区的居民生活轻苦 当时没有冰箱保存食材 才用盐巴腌制出虾猴酱 还流传过一句话 一只虾猴配三碗粥 现在就带大家一起去看看 热滚滚的油锅 将裹粉后的虾猴放入油炸 加入九层塔后 炸到金黄色捞起来 撒上胡椒盐 一道美味可口的酥炸虾猴就完成了 吃起来就脆脆的 然后那个蛋的味道 不会抢过它那个虾猴的味道 很好吃 以前小人吃的是鲜的 这个炸的比较稳 也比较稳 味道香香 好吃有甜有新鲜 还有着辣椒香葱炒虾猴 热锅后 姜葱蒜等配料炒香 放入虾猴快炒 盛盘 色香味俱全 让第一次来陆港旅游的香港游客 感到很惊奇 吃起来炸过的比较香 母的那个籽也好吃 都蛮好的 刚刚我们刚刚三飞机第一站 第一个景点 第一样东西 喉味是鲜 好感 里面有一点 好像有一点脆 炸虾猴不稀奇 虾猴料理达人 黄月亮说 还可以腌制虾猴酱 将母的虾猴去掉头尾后 加上其他配料 这就是黄月亮独创的虾猴XO酱 黄月亮说炸虾猴要用公的 腌制虾猴酱要用母的 虾猴全身就六天才有 虾猴以前有分钢的跟母的 钢的是怎么看呢 这两支咖 有 这支咖 你看 那么大支有 这就是钢的 钢的呢 里面无人 钢壳的 虾猴就是以前中国人在吃 以前在撒鼻子 我怕吃虾猴 我怕吃虾猴 已经大幅降低 一支虾猴可以配三碗粥 已经成为传说 民众如果到鹿港旅游 也可以品尝一下 这鹿港独特的风味 新唐亚太电视 叶席红尘应征 台湾彰化采访报导